近载运通 好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肖川老师 欢迎你收看我们今天节目 台北股市今天表现还不错 连续第二天大涨起来 我们稍微看一下 台股今天是涨了214点 那我记得昨天是涨277几点 所以台股这两天 让你看到一个很明显的上涨 那短短的这几天 大概这样也涨了五六百点左右 那当然以整个盘式里面来看 这两天大概涨了500多点 可是之前台北股是一路跌 一路跌一路跌 跌到市场都没有信心了 然后跌到整个市场 好像整个整体的信心都崩溃 所以台北股是涨了200多点 很多人也没什么感觉 跌这么多了 涨那个是骗人的 那今天再涨呢 大家也是觉得还好 因为前面已经跌那么多了 这里涨个500点 好像也没有什么嘛 对不对 好那重点是 那台北股市到底 是涨真的还是涨假的 后面会不会继续攻 还是说这个盘 涨一涨起来还要再继续下跌 好那各位 我今天先把答案给各位 因为我写在测标 我说下周才是攻击时刻 也就是说这两天的上涨 只是前菜 这不算什么 这只是先脱离底部而已 那真正的攻击 真正的上涨 我认为会落在下个礼拜 好 为什么这么讲 好 我慢慢来去做分析 好 我有跟大家讲过 很多时候 不好意思 麦克风掉了 导播我们先看这里 我把麦克风别一下 OK 好 很多时候我们在讲盘的时候呢 有一定的逻辑推演 就是说我们到底要怎么去推这个盘 我说这里是前菜嘛 下个礼拜才是攻击时刻 好 我们来仔细看 今天台北股市到底能不能涨 我说句实话 你要去看美股能不能继续攻嘛 是不是 你会发现到 这两天美股都攻起来嘛 而且呢 今天的涨幅都比昨天还大 有没有 今天的涨幅都比前一天还来得大 好 为什么会这样 好 我们来仔细看 美股这两天为什么会涨 好 各位我们去看 昨天的 应该说前一天啊 美股会涨是因为 ISM的制造业指数 它是创2020年5月以来的新低 成长几乎接近停滞嘛 好像经济都没有什么成长 来到这里都停下来了 那这几天你会发现到 只要你的经济数据好 股市会大抵 那经济数据不好呢 大家就认为什么 应该不太会在暴力升息 所以股市就开始上涨 对不对 好 所以前一天大涨的时候 都是公布ISM嘛 然后呢结果创好几个 这一两年以来的新低 好 那昨天美国公布了 另外一个数据 公布什么 美国八月以来啊 JOLTS的职位空缺啊 创去年六月以来新低 这什么东西 就是说八月以来 现在几月 现在已经拿到十月嘛 就差不多这几个月以来 然后呢职位空缺跟劳动力的流动调查 叫做什么JOLTS 显示书 他的就业人数已经开始什么 那个空缺啊 就职位的空缺已经连续 第五个月减少 创2021年以来 六月以来的新低 有没有 好 那你会发现啊 昨天公布这个东西的时候 美股长跟英雄 为什么会这样 好 各位我们注意看 其实在上个礼拜开始 有很多联准会的官员出来谈话 其实我们会发现到 在谈话的过程里面 大家的讲法都差不多啦 就是说 我们还是要用升息来去压抑通膨啦 那你那个 那个利率的 利率会达到一定的水准 会维持一段的期间嘛 就说你要去降息 那个机率要等到后年 对不对 好 但是呢 这几天啊 那个上个礼拜有些官员就讲 他说 美国的经济啊 尚未陷入衰退 为什么 因为强劲的就业成长 比国内生产毛额连两季衰退啊 更值得信赖的一个符号 也就是说 美国现在他要去看 到底你那个升息能不能继续再升啊 他去看的是就业人数啦 就是你就业非常的强劲 他就认为说应该是还好 所以昨天公布了这个东西出来之后啊 你职位空缺已经创什么 去年六月以来的新低啊 这代表说 就业市场已经开始慢慢降温嘛 是不是 所以呢 造成说啊 大家市场就认为说 后面啊 照理说联准会应该就不会像之前那样子 去做暴力升息的动作了 所以呢 影响到 该动整个美股上涨的 那个关键在哪里 各位 这个礼拜一我跟他讲过 美股到底会不会谈 反弹的讯号 我说公债破 破多少 3.68嘛 是不是 好你会注意看 前天的时候呢 公债 大跌了4.7% 收债3.65 破3.68 是不是我礼拜一跟他讲啊 到底会不会谈得起来 公债要破3.68 结果呢 前天破多少 3.68嘛 来到3.65 结果呢 公债成立立呢 昨天也没有上起来 昨天还在跌啊 你没有来到3.64嘛 是不是 是不是破3.68之后 你会发现到 哎怎么搞得美国股市涨起来 原因到底在哪里 因为 这个东西就像我之前 有跟大家说过啦 我说 你会发现 今年整个美股的走势啊 大致上都跟 公债成立立的波动有关 好 因为 这是我7月20号讲的嘛 那时候升两码创新高 美国股市呢 走低码 升三码再创新高 美国股市再创波段低点嘛 那最近期为什么 美国股市会让你看到 这钱会比较偏弱 那是因为什么 公债成立立还在走高啊 是不是 所以会造成这个现象嘛 好 那重点来了 那既然你公债成立立 已经开始慢慢跌下来了 那到底 现在大家的疑问就是说 你11月2号 你到底会不会 不会再升三码 或者说可能只有两码左右的空间 好 那各位 我们仔细看 其实这个东西啊 还有 昨天还有一个因素 让美股再大涨的原因啊 除了我们看到 好像就业 那个职缺已经开始空缺了嘛 那空缺数已经出来了嘛 昨天还有一个重点在哪里 澳洲央行偏割 什么意思 昨天澳洲央行啊 它升息啦 升息时间临到了 但是它出乎市场的意料之外 它原本要升两码的哦 大家都认为它要升两码 结果呢 它只升一码 这代表什么 就是说 已经开始有一些啊 国家的央行 认为说再一直升息下去不对了 所以呢 澳洲央行已经开第一枪嘛 哦 本来要升两码的 那我升一码就好了 有没有 已经开始呢 把那个升息的那个动作 已经开始有降温动作 所以市场就认为说 哎 澳洲央行都这么做了 所以呢 美国股市 美国的联准会 搞不好下个月呢 也会开始有一些些 降温的动作出来 所以呢 这就是我们之间的跟大家讲 当整个公债殖利率 它上不去 股市就在涨啊 是不是 你看嘛 我记得 今年前半年的时候呢 股市都在跌嘛 那时候我们都跟他讲说 你这不要乱做 但是我那时候跟他讲 第三季它开始要反弹 为什么 因为你第二次 在升息三码的时候 我就说这涨不上去了 因为那时候原本市场 都认为最后一次嘛 所以呢 我在帮各位抓的是 七八月嘛 结果台北 那个美国股市大涨 有没有 先涨一段嘛 后面是因为 后面还继续升三码 所以呢 美国股市继续跌 对吧 那你现在 很多人可能会想啊 那如果你后面升凉码 那当然股市就大涨 那公债殖利率就往下跌了 空间会很大 但是可能很多人会想啊 老师啊 有没有可能说啊 这个地方没有升凉码 还是在升三码 有没有机会 好那各位 这个重点我在前几天 我就已经跟各位讲过了 如果你十一月 你看九月三十号跟他讲 十一月再升三码的话 这就利空提前反应啊 为什么 因为那时候我跟他讲 就算你升三码 如果十一月再升三码 就最后一次了 后面不会再有了 但是你公债殖利率 就不会再飙高了 顶多就是维持区间嘛 等升息前或升息后呢 公债殖利率开始出现大跌 因为是最后一次嘛 对不对 那时候为什么我会跟他讲说 公债殖利率不会再飙高 因为这个东西啊 你没看到美月已经大跌了 美月已经从高点跌下 现在已经破月线了嘛 然后接下来呢 他月线成本上来嘛 照理说了 他的月线未来会出现下压 所以美元还要继续跌 所以如果说你从这几个角度里面来看 11月份 美国到底是不是升三码 现在还有变数 就升三码也是最后一次 接下来呢 公债殖利率会大跌 股市会很明显的出现反弹 那如果升两码呢 公债殖利率就直接跌 所以升三码跟升两码 两个不同的地方在哪里 就是那个攻击的时间点 可能会稍微延后一点 可能会稍微提前 就是这样子而已 好 那当然为什么 我就说下个礼拜才是攻击的时刻 原因在哪里 好 其实这几天我们都在讲这个重点 我就说下个礼拜公布CPI嘛 13号公布CPI 那你通膨到底有没有降温嘛 如果说你通膨都降温了 你就没有必要再升三码了嘛 是不是 所以我说关键点在哪里 在油价 已经连续1 2 3 4 5个月 油价都 均价都一路在下跌 之前啊 CPI降幅不多 是因为天然气还在高档嘛 你现在天然气也跌下来了 是不是 所以呢我倒认为啊 下个礼拜CPI一公布出来 如果那个降幅很 降幅有一定 就是有达到市场 超乎市场的预期的话 我跟大家讲 十年级公債殖利率就继续点 而且呢十年级公債殖利率 我认为啦 你来看 他应该会怎么点 你看 这两天已经破前面的低点 3.68嘛 对不对 昨天说在3.64嘛 上一次第一次升三码的时候 这边是3.5左右了 前面这个低点大概3.5左右了 我跟你讲 只要破那个3.5这个位置区啊 现在3.64嘛 我跟你讲 美国股市又飙上去了 这样美国股市又飙上去了 因为你前面的第一次的三码都破的话 这代表第一次升三码 那个来到3.5的位置都跌破的话 我跟你讲 这公債殖利率啊 后面下跌的空间就会非常的大 为什么 因为11月就升三码也是最后一次啊 如果你11月都没有再升三码的话 我觉得后面再升三码的几率也不大了 所以公債殖利率会大得 那这一跌下来呢 美股就开始往上冲 这就是我跟大家讲的 为什么下周才是攻击的时刻 OK 好 所以呢 整个盘是呢 当然大家会想 真的会涨吗 这个盘呢 到底你看 台北股市能不能继续攻 我说你要去看美股嘛 那美国股市呢 在这个时间点呢 有没有机会 你看哦 有没有机会挑战月线 各位你注意看嘛 9月14号那时候我跟大家讲 攻击时间点还要延到10月 你看这几天啊 来到10月份 美股都已经点不下去了 9月16号我说攻击还是看10月啊 而且那时候我跟他讲啊 10月有机会走今年第二次反弹嘛 因为第一次反弹在7 8月嘛 那10月开始呢 到底能不能走第二次反弹 我昨天给大家的答案是 本周先扩底嘛 下周要攻月线 能不能攻得上去 台湾你注意看哦 道琼现在离月线 大概150点 高科技古离月线 大概有150点 对不对 但是非半 离月线只差11点 你觉得要攻月线会很难吗 不难啊 而且呢 如果从这几个角度里面来看 费神半导体要先攻月线 我觉得应该会达成哦 所以呢我在之前 9月18号的时候 我们就对这个盘 我说10月到底他应该怎么走 我说大事上先维持一个区间嘛 然后呢 等月线成本下来之后 他就会攻月线嘛 那看起来攻月线的时间点 我说啦 费神半导体差11点攻月线啊 就算这几天就派也不用急着攻嘛 但问题是你月线成本 你看以美国时间点来看 礼拜三嘛 礼拜四礼拜五礼拜一过后呢 整个月线成本就下来了 他就算停在这里 下个礼拜也是要过月线 所以呢台北股市来看 每股都有机会攻月线 你说这个月线会很难吗 不会哦 你看今天礼拜几 今天礼拜三嘛 礼拜四礼拜五之后 过了下个礼拜 应该算下个礼拜二啦 因为礼拜一休假嘛 然后呢过了下个礼拜二之后呢 从礼拜三开始月线成本往下移啊 所以呢台北股市在下个礼拜也有机会 因为月线比较远一点点 他也有机会去挑战月线 所以我说下个礼拜才是攻击时刻啊 当然你会说啊老师啊 跌那么多了 这个不过弹起来而已 好没有关系啦 下礼拜就知道了啦 真的啊下礼拜就知道了 那当然啊很多人在这个时间点 对这个盘还是没有什么信心啊 因为前面真的跌太凶了 那跌下来之后呢 其实你会发现到啊 如果因为你没有信心 而在最近去卖股票的 或者是你去看空的 我们说去算你也讨不到便宜啊 以指数来看 前面这几天啊 如果你去卖股票你去放空的 从指数来看 好像也讨不到便宜嘛 对不对 从个股更明显 你有没有发现到 最近有些股票 他一弹起来那个速度很快 有没有你看啊 比方说群联啊 当时在九月下旬你去卖股票的 想说哇跌下来了赶快慢慢卖掉 看起来还有低点嘛 可是一弹起来 才几天的时间就把前面卖的全部都吃回来 那这一类型的个股呢 到今天为止你会发现啊 好像有些全职股也在动了嘛 有没有你看联发科 之前你去看空的 或者是呢你去卖股票的 这三天时间点全部都吃回来了 当然啦前面那一段很难熬啊 可是呢当你在那个底部去卖股票 或去放空 你从个股就知道了嘛 这逃不到什么便宜嘛 到今天为止呢 你看很多个股也是一样啊 涨个几天起来前面低点全部都吃掉了 你看嘛这些个股也是一样啊 都开始弹起来嘛 对不对好 那到底这个盘线要怎么去做 他没有你会发现啊 台股这两天一动起来 指数大涨 那指数一大涨起来的时候呢 到底要做什么股票 我记得我9月27号的时候 我就开始跟他讲 反弹的关键点在哪里 我那时候我就讲两档股票啊 我说这两档个股不动 盘也不用想要涨 是不是 哪两档 一档台积电呢 一档连电嘛 有没有 那时候我就跟各位讲啊 从9月底到10月初 我都一直跟各位讲 这两档个股很重要啊 因为它这本身占有全职嘛 它当然重要啊 但是那全职个股 它到底有没有这个条件涨嘛 所以呢 从9月27号开始 我就跟他讲啊 你去看他的基本面 8月营收还在创历史新高耶 怎么不会涨 在今年的环境里面 以连电来看 从今年1月份一直到8月份 每个月的营收是越来越增加 所以我说怎么会不会涨 你光从他的基本面 你就会发现啊 这两档个股充 今年的上半年的获利 都比去年第三季还要来得多 你想想看今年这是什么环境 结果呢 这两档个股啊 它的基本面并没有差嘛 不管是台积电或者是联电啊 上半年营收都比去年第三 前面三季以来来得好啊 所以那时候我就跟他讲说 这个那个时间点 那时候9月底10月初的时候 排还没有涨起来嘛 我说你可能要注意一下哦 因为有些个股来到这地方 你去换算它本身的价值 我那时候是用联电来跟各位讲 对不对 我那时候怎么跟他说 我说嘛好 联电去年是配3块啊 所以那时候联电呢 差不多在37到35的时候 我就说你去换算他一下 那个股息殖利率嘛 8%多了 你去放定存1%多了 我这两天也跟他讲 你去放美元定存可能大概有3%嘛 可是他给你绑约三年啊 绑约三年之后 你中间如果说要去解约的话 你赚不到钱 因为手续费什么 代办费一堆啊 结果是赔钱的 那如果好了 等你等到三年 你去赚那3%好了啦 我刚说嘛 你后年要降息啊 你后年降息 共产值率会大跌啊 那你共产值率大跌 你美元是不是也大跌 那我问你嘛 等到三年之后呢 你去换了美元 美元是大跌的 其实你也赚不到钱 所以说你去换一个角度思考嘛 那这一类型的客股呢 股息殖利率高达到8% 那为什么有低点你不买 很多人都讲啊 连电台积电 我自己买就好了 我昨天就讲 我没有讲你会买嘛 所以呢当低档到的时候 我就跟他说啊 你要把握机会嘛 10月3号35块多的时候 连电我们要你去买 对不对 到今天为止呢 连电已经开始弹起来了嘛 是不是 那我昨天跟他讲 你看我节目的应该很多人去买连电了 抱着啦 刚刚我说过下个礼拜才是攻击时刻啊 如果CBI的降幅够的话 后面升息 后面顶多再升息两码 每股再往上冲 那我问你嘛 你台北股是要用什么挑战约线 不就全职股嘛 你没发现今天全职股也在动了吗 什么联发科这些股票 什么联勇这一类型的个股 什么翔硕这些股票 而且我刚才跟大家讲啊 每股会最先过月限的废半啊 啊你废半涨上去 我问你啊 跟半导体相关的股票动不动 我们现在回头来看嘛 连电已经来到月限位置区了嘛 是不是 其他相关的个股呢 华邦店也站上月限嘛 你们在南亚克已经早就超过月限了 那我问你啊 低档你买不买 你稍微思考一下 很多人说要存股啊 我问你要什么叫存股 低档你不买 拉高高之后呢 假如我去存股我去买 结果呢你去赚了那些股息呢 股息殖利率又不高 因为你去追高的嘛 然后呢 结果股价跌下来呢 你赔的价差 比你那个赚那个股息啊 还多很多啊 那没有意义啊 什么叫存股 啊低档到的时候你就去买一买 你股息殖利率赚得到 而且股息殖利率又高 而且呢到时候你又可以赚什么 股价的价差 所以这才叫做存股嘛 你懂我意思吧 好那当然啦 联电低档的时候我们有跟魏讲嘛 那结果呢台北股市 我们那时候就跟他说 用股息殖利率这个观念 你去看这个盘 所以我就讲了 你选联电 如果说你是比较 所以稍微能不能快一点的 当然联电是要摆比较长一点啊 我说下个礼拜联电会更精彩 你慢慢看吧 你说嘛我不讲你不会在35 37附近买啦 你知道联电会买的时候呢 搞不好他已经再冲上去 已经四十好几块了 但是如果说 接下来股息殖利率比较高的股票 什么东西会动 我昨天有播VCR给你看嘛 10月3号礼拜一啊 礼拜一我就跟你预告什么 本预比只有三倍多啦 你股息殖利率连续是8% 那股息殖利率12.8%啦 那我问你嘛 低档可不可以买 可不可以买 你看嘛 礼拜一的时候有低点就叫你买啊 当时找盘叫你买啊 买完当天收高啊 是不是 昨天是不是大涨 结果到今天呢 有没有让你看到 再往上攻啊 所以短短这几天 差不多已经有15%了啦 那我跟大家讲啊 当你买到低档 你不用怕 因为下个礼拜 这个盘才是重头戏啊 所以有些个股 你要先低档先卡位 我敢说啊 你最近去放空的 或者是你最近去 股票刹到低点的 或者是什么忽多忽空的 我跟你讲 你也没讨到什么便宜啊 因为他已经弹起来了嘛 已经几乎是卖到低点啊 当然这两天涨起来 你会觉得说 没什么没什么 可能你在安慰自己啊 我跟你讲啊 等下个礼拜再往上攻的时候 你会不知所措 怎么搞得我股票卖到低点 怎么搞得我空到低点 不然下礼拜你就希望 他不要再空啊 当然啦 因为这个 我说这个礼拜我不认为是攻击牌 原因在哪里 因为这个礼拜你后面要过双十假期嘛 那你指数已经涨两天起来了嘛 所以那礼拜四礼拜五的时候 指数稍微有点点休息 或稍微有点震荡 我觉得合理啊 但是这个休息震荡 我觉得各国会先走表现 所以你会发现 那怎么搞得还是一堆股票 开始出现涨上来 因为已经有人看出来 下个礼拜是有机会冲上去的 所以有人会开始进场去卡位 所以我是建议各位啊 这个时间点哦 不用那么悲观啊 因为我们就说你从十年期 公債殖利率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啊 好啦就算升三马 也是最后一次啊 那接下来公債殖利率会大抵啊 那你说美股会不会往上冲 你思考一下嘛 因为我们是用逻辑去做推演嘛 但你问我说老师后面如果说发生什么什么事 什么事怎么办 我问你什么事嘛 我们也不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事啊 但是就目前的角度里面来看 下个礼拜是中头戏哦 所以如果说你错失了这种低档 要往上攻的股票 同样的我跟他讲哦 这种股息殖利率高达12%左右的股票 都冲上来有没有 好那接下来呢 要动哪一档 我昨天跟他讲啊 下一档本益比只有三倍 股息殖利率高达24% 那股价还低档你会发现 怎么搞的法人一直买 因为股息殖利率很高啊 所以呢 昨天跟你讲完之后你就会发现啊 他今天要往上涨 我跟你讲啊 这两天这档个股要冲出去哦 因为股息殖利率太高了 所以有些个股呢 已经让你看到什么 法人的买盘已经切入了 所以要好好把握机会 好吧 讲完就好了啦 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儿回来 就是不要错过任何一位名师 手机扫描QR Code 锁定运通财经台频道 24小时帮您解盘 运达投顾 成立于民国84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合法运作的投资顾问公司 拥有证券及期货双执照 更是国内少数老字号的投顾公司之一 投顾业是一门良心的事业 面对的是高获利与高风险的投资 我们不造成更不沉默 专专业 智慧 经验 负责 用最严谨的态度 最严格的标准来决定股票买卖 带领会员稳健的获利更是我们唯一的宗旨 运达投顾 身心照顾 02 2781 0909 2781 0909 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投顾永远值得托付 02 2781 0909 2781 0909 爸爸 为什么到路口要停车啊 因为我们是知道啊 我懂了 对方是干道 不管执行或转弯都拥有优先通行权 没错 只要设有停让标志 标线 或闪光红灯的就是知道 应让干道车先行 要是没有那些标志标线或者号制呢 那就进入路口时 少限车道让多限车道先行 车道数相同 转弯车让执行车先行 两边都执行 左方车让右方车就对了 知道让干道 安全最有道 好 欢迎到现场 台北股市一年长两天 那当然可能对这个牌很多人还是没有信心 但是我说过 刚刚我们解释过嘛 这两天只是前菜啦 下个礼拜才是中楼系 因为下礼拜才是攻击时刻 整个理论架构我们刚刚都讲得很清楚了 所以呢有些啊 股息殖利率高的股票 它会开始先冲出去 所以接下来要冲的股票在这一档 在这一档 股息之率高达24% 你要好好把握 因为有些个股 先买先赢 先买先买低点 好不好 认同我们操作方式的 体验架 绝对不增加你的负担 欢迎你来电咨询 明天见 拜拜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优优独立则 财经台频道 随时随地和您online在一起 运达投雇 成立于民国84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 合法运作的投资顾问公司 拥有证券及期货双执照 更是国内少数老字号的 投雇公司之一 投雇业是一门良心的事业 面对的是高获利 与高风险的投资 我们不造成更不沉默 专业智慧经验负责 用最严谨的态度 最严格的标准 来决定股票买卖 带领会员稳健的获利 更是我们唯一的宗旨 运达投雇 真心照顾 02-2781-0909 2781-0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 关心的是竞争力 变化的图 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各位观众 以下都是真实拍摄 台湾作曲选手 邱莉洋挑战 绕博杯之观点 想答案输求